今天正式是7.1的大日子 也是我放假,我請假了,今天要上班 算了,時間也很少,要上幾個小時,所以可以 skip 7.1要選,我覺得這份工作有個好處 應該可以這樣 skip,因為我請了 到星期六日才要上班 即未來一至五,我都是放假的 這個星期很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收拾一下喉院,喉花園也是,滿地雜草 然後可能要做一些裝修,遮些牆 經常都想游,都沒有心機去游 沒有滴起心肝油 然後就在糧倉那裡,都吃光了 這兩人要買 但今天我又想簡單一點做些事情 純粹出去集客會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裡很多東西難壞 其實我最近直播那部手機,裂開了 整條裂痕 不知道是否裡面的電池發脹 還是什麼東西,裂開了 我看看可不可以 調整了它 不是的話,要買一部 接下來可能要買一部新的直播手機 因為那部Google 5下跌過兩次 裂了一個螢幕 近期不知道為什麼 它那個 怎麼說呢 在橫切面看,它就爆開了 好像膠水 掉了 它還可以用到 所以今天直播也沒有問題 不過就是一條狠 就是一個裂縫 你可以看到機身裏的東西 就不太好 很多東西要修理 很多東西要修理 你發覺 沒有時停的 就是移民整個過程 我當你有一天很空 然後你找找一下 家裡又有些東西難 有些東西要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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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東西 有些東西都會折舊 有些東西等等 然後又要換 又是錢 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星期會處理它 然後還有些資產的問題 又要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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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百樣東西要修理 最好 就什麼都不用修理 7.1 基本上 現在 就來了 我想 香港和英國 最大的分別 就是 雖然我又欠負移民 就是 做孤雷的時候 真是欠負 今天是孤雷日 我看了 但它是很短的 我看看 今天是回 好像回三個小時左右 三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跳過 回三個小時 剛好才回答正集會時間 嘩 不用選 不用選 一定會去 今天是辛苦日 我記得印象 隨便 少一個員工 他們不是太大問題 現在我在香港 和英國那邊 在大時大節 這些日子 心境有點不一樣 在香港 當然很緊張 滿城警察 在手衣 茶袋 找年輕人 穿蝦吃衣服的人 銅鑼灣一帶 就封鎖了 不是封鎖了 即是戒嚴 那些裝甲車 通街也是 這些已經是見慣了 我都不需要 躲起來 我都知道 你們沒有看新聞 都知道你們七天的情況 是怎樣 六四的情況 我現在過來英國 自從過來英國之後 反而覺得 好像回到香港 你不要說 我都挺好笑的 雖然你說 我想回家 但是 其實你回到香港 因為 你七一 我現在是正常的 我現在可以正常上街 拍攝遊行 示威集會 叫口號 和香港人聚 這些是香港的感覺 這些是以前香港的感受 你在以前香港的時候 你才能感受到 但是 這種感覺反而是英國 現在反而有 當然 過了這種感覺 你仍然要上班 做粗活 那 我現在 暫時來說 譬如 今個星期 有五日假 我覺得 挺棒的 挺棒的 就是 找不到的 合共 可能 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錢 即是100磅 今個星期 100磅 隨便 隨便 輕輕鬆鬆 不要迫到自己太緊 時鬆時緊 每周翻三天 就是這樣 因為自己要看著自己的體能 這樣 上個星期翻四天 你看 已經是 很奇怪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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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個星期 是 他的家很奇怪 因為 我是 我是 全聚的 當時 我賣身給他 我是寫著 全聚的 所以他上下間也有給我 上個星期就是這樣 給了下午間 他很隨便 有時上午有時下午 有一間上午 然後全部都下午 然後我睡到黃昭八夜 我基本上都沒有時間買菜 沒有時間買菜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出去買個mule deal回來吃 現在都吃慣了 Tesco的mule deal 挺好吃的 配兩隻蛋 挺好吃的 所以 都沒有時間去家裡的 糧倉 吃光 可能我去完集會 一會兒回來買 因為 那些時間你怎麼分配 現在在想 接著又要 做手機 那些東西 所以你覺得 好像排得很密 有些東西要排得很密 這樣才可以 處理好東西 希望這份工作是可持續的計劃 如果我不知道 可能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 總有一個星期 隨便 可能三天辛苦工 三天都做廚房 那我便是job一天 不做一天 做兩天廚房 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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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就拿走了 就是這樣 去分配自己人生 我起碼有份兼職時間 紮著袋子 理論上那份兼職時間 真的可以交水店煤 不成問題 我當我一個星期做兩天 只有十個小時 有時候兩天未必只有十十個小時 可能也有十四十五個小時 都沒有的 可能十四 未到十四 可能兩天 當是十二 很少 如果四個星期 那就有四百磅 四百磅水電煤 基本上都交了 那 如果兩天 就這樣 一定很輕鬆 兩天 就算我辛苦一天 然後 可能隔兩天 又再多一天 其實都很輕鬆 然後又有些觀察 又有些生活體驗 然後又可以和大家 在這裡聚一聚 所以我暫時來說 不可以說是很滿意現在的生活 但叫做找到一個穩定的方式 可以在英國生活 現在時至兩年半 搞衣搞老 才可以有一個穩定的數值 但你看到我上個月 都有些不穩定的情緒 又要做孤雷又成 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也挺 我不知道 我現在也很難肯定 說自己完全適應英國的生活 雖然 很有趣 總之在英國那種感覺 有時候你會覺得像是回到香港 有時候覺得又不是 今天就是了 我一定可以去集會 尤其是六月打下 其實就是很多遊行集會 在曼城搞的 我們都搞得很齊 在曼城那邊 他們都搞得很齊 就很像香港那時候的遊行集會 當然這些遊行集會 全部都有一個很象徵的意義 去紀念一些日子 或者一些未解決的事 當然了 香港政府是想遺忘 想 skip 現在香港那邊 很吊詭 你說移民潮 說沒有 又不是說沒有 很厲害 一定不是 有少許 現在有些人統計 BNO計劃實行了三年半 我是第二批過來 當第一年就是第一批 第二年就是第二批 我是第二年過來的 第二批 有些人開始擔心 拿入籍的時候 要兩位的保證人 其實我也不肯定有沒有 我自己 我自己 我都沒有理會 因為先進入籍 IRL 拿了IRL 其實你就會永居 對不對 那本護照 就是出國的 對不對 找兩個本土的朋友 去做 甚至找不到也好 總有一個 可能一兩個BNO移民 BNO那些 一起移民的人 是嗎 他拿到的話 他回到後 就可以做保證人 所以 其實 人們會很擔心 但我覺得他會陸續 你也認識我 我也認識你 大家都認識 我剛剛拿了 那我就可以保證你 互相保證之下 應該是很多人會拿到BC 如果三年半的話 即是三年後 就會有第一批 大量的BC 先打一批IRL 先打一批 轉眼格 都兩年半 過程是很驚險的 來到英國 有驚險 有舒服 有辛苦 百般之味 在心頭 整體而言 脫胎換骨 比起以前的我 明顯是不同了 很明顯是 認識的東西 想的東西 都不同了 基本上 就算你說他百般 有些東西難受也好 在英國 在工作的時候 但真的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 總共好過在香港 一城不便 如果在香港 就是這樣 肯定又是不懂煮食 肯定又是 在街上 搓幾吋魚蛋 叫車仔麵 每天這樣過活 五六十元 吃光炒牛河 吃到肚滿腸肥 就是這樣 接著又是大項臨 每天換兩件T恤 每天又跟影寶媽吵架 吵架 吵到天亮 又是 又是 沒有地方 搞事也沒有地方 然後又是去那些 濕溝唐樓 去爆房 只有那兩尺地方 那些唐樓 收你 我想加了價 現在那些 爆房也要可能 200元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過半小時 又是貴了 等等 等等 你也是沒有地方 但今時今日 就變成了 個人會變得比較 清貧了 因為你賺錢少了 我在英國賺錢少了 清貧了 但是 有自己的空間 有自己的空間去處理不同事情 所以 個人會 可能會 踏實一點 你在香港 你沒有進程 我在這裡的進程是慢 我賺錢少 但你也覺得 你正在走路 我也是正在走路 像龜一樣走路 如果你在香港 就是一隻 龜 但被人騎著的龜 被一堆不知什麼 可能被幾個地產商 加上政府壓住的龜 那就是在這裡走路 你走不動 什麼時候才走到退休 那點呢 供樓供到退休 退休 然後靠那些強積金 我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可以直接想退休計劃 因為我存起的錢 任何的錢 都可以拿來退休 對嗎 就是不用煩 譬如我都差不多40 已經可以想退休 那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退休 你們真的靠那些強積金 那當然 回轉 我強積金也鎖住了 有機會拿不回來 這個就是 他已經有些矛盾位 很多很多這些事情 林林總中 很多 年歷 很多 那些什麼 的確 我覺得 都是 另外 有所體會和成長 我自己覺得 那 自從那一集 很想回流 那一集之後 回轉 今天有沒有想回流的感覺 消失了 消失了 但會不會再回來呢 我不肯定 如果突然叫我做地獄廚房七、八個小時的話 我有跟大家說 我想回流 所以 從中你就知道自己要什麼 原來你做清潔的東西 原來是你的致命傷 原來你做一間大公司的清潔 是兩件事 和你家的那些 譬如你弄乾淨 我那天做前線 也有說一些清潔 做前線 他們也是 把地上有水 然後地上有一堆垃圾 然後有人清潔 那些年輕人也會清潔 有時候有噩清的地方 因為那地方很小 但你都感覺到 保持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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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食物 在地上 然後 廚房就辛苦一百十倍了 因為廚房真的要做食物 保持有垃圾 你掃完 一個小時又有 所以他們就不斷掃 不斷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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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晚上那間大拖 一次過再清潔 你想想是不是很煩 我家裡不用做一次食物 做一次食物 都不會濕的 高技巧 是不會濕的 也不會滿地油 因為沒有油 如果不下油 就沒有油 在自己家裡 就不用清潔 用一碗 原來做大公司那些 真的是兩件事 所以那種心情感 就這樣來了 我想我要花一個月時間去訓練 訓練自己去克服這種心情感 克服之後 我想我做這份工會比較順利 也多謝各位網友 繼續看日記 去支持我 大家已經成功集起來 令我形成 找到一份工作 在英國 一份 我覺得 一定不是我的理想工作 但是 它是剛好 這份工 剛好可以陷入我的生活 我覺得 這也是我移民的時候 有想過的 例如我移民去曼城 在曼城裡面找一份工作 對嗎 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兼職 就完成了 我大概是一年前的想法 跟網友一起談 我記得是一種想法 但是那時候是未形成 即是未形成 也未試做兼職 錢是少的 但是叫做 清閒 不用說很辛苦 因為平時 有時 他有些工作真的很辛苦 做倉的錢是很穩定的 即是你每天都有錢 真的賺到錢的 相對地賺到錢的 但是你又覺得好像沒有了人心 沒有人心 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說工廠工 適合二十多三十歲的人做 那你要賺錢 即是存錢 又買樓 又成這樣 即是你有一個很大的人心目標 想做 那你就找一份長工 但我已經沒有了 已經消失了 最大的人心目標 大家看到 就是這張床 這張床 最大的人心目標 完成了 那沒有了 你就不需要 去特意做一份全職 即是我自己這樣想 讓大家看看 那之前炒車 都可以了 我看看 如何消總消 在移民的過程 這樣就 多少 這些都是 印記 我覺得 我和英國的一種交流的印記 沒有辦法 坦白說 也是說這件事 就是 我是多損傷的 即是英國 也是說一句 即移民原來是 你首先會脫胎活骨 第二就是 你工作上的適應 要很長時間適應 你想想 我去年適應了三個月 都受不了 這份工作 我不知道要適應多久 到時候我會出一個報告 告訴大家 我要適應期多久 適應的時間 以及你預計會有損傷 金錢的損傷 肉體的損傷都會有 因為你的水土是不同的 你不知道 突然之間 很簡單 在家裡一定很安全 誰知道 你有大量的紙皮要處理 假設 那你又會戒損傷 然後有大量的傢俬 又要處理 又可能會弄損傷 也會有這些 即是住大陸 會有相應的問題 然後青後院 可能會被蟲咬 可能會有花粉症 那些 這些都可能會造成一些 船傷 我沒有想過 以為是一樣 跟香港 不一樣 不一樣 你只是沒有想過 會產生一些意外 有一些輕微的船傷 在香港應該不會怎麼發生 香港不會怎麼賣 什麼傢俬 香港不會怎麼做 那些紙皮 你都低物肉 香港不會買任何東西 但英國你可能會偶爾買 等等 就是一種這樣的感受 一個 兩年半 多一點 的一個 心境的轉變 謝謝